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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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在杨茜茜 我的名字叫Hero 现在我们在新西兰的基督城 今天是新闻报的 今年最冷的早上 现在是三度 但是今天是零下一度到十一度 还是蛮冷的 我们上面这个板呢 是要铺那边小的那个deck的板 我们为了防止把草坪压坏 所以说就先放到这个 已经坐上这个deck的板上了 然后我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 就是这个deck板结冰了 结冰之后呢 就感觉回到了东北 在东北 在东北经常上学的路上 或者放学的路上 冬天的时候就这么滑着上学 或者放学太逗了 我们的草地已经全上霜了 我们的门上也全霜 冰激凌全霜 我们的月季呢也全冻上了 我们的车还好 之前肯定是全冻上了 但是太阳一下来之后呢 就已经化了很多 大家看上面还是晶莹剔透的 哇一层厚厚的冰 大家看这已经裂开了 之前应该是全冻上了 然后太阳一照的话 温度一升高就裂开了 OK OK 迎着朝阳 我们要去上班 然后因为新西兰现在是冬季了 所以说在新西兰生活的朋友们 一定要注意保暖 真的非常的冷 我在车里面说话都冒气 就有哈气 我们已经到工作单位了 然后今天蜜亚早上给我发个微信 给大家听一下 嗨我跟你说 我今天又把车停进去 停在两个车中间 哈哈哈哈 侧房位停车停成功了 开心色 因为迷你虽然说有蛮多的小毛病 但是对于市区来开 确实比较容易停车 比较小比较容易挤进去 OK 上班去 开心色 开心色 会让我们可以攪拌 你一开始拭着 你在继续的城市 你得到门 一开始 对于市区 开心得到 好 太重要了 好 体购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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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继续 你干嘛 你不是开场吗 好尴尬啊 我的名字最好 然后大家看我们今天穿的这个样子就知道 我们今天要干什么了 其实大家看上一期视频 应该也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这期视频呢我们要开始 就要把这个东西结束 因为上一次视频 我们已经干了大部分了 这期视频基本我看看 预计在 一两个小时之内 就可以把这个任务完成 对了上一回大家问我们这个上面 已经铺好带上面为什么 还铺一层板 快蜜牙解释 这个板是不是小板 因为我们板铺鱼 不能对草地 炒地长时间压会压坏的 之前我们把这个板放在草地上了 然后草地上给大家看能有印吧 就是我们为了防止草被压死 所以我说我们把板全铺到这个板上 等一下我们就用上面这一层板铺到那上面去 但是看样子应该会有多余 所以说 你可以打个画篮是吗 可以 当然再说吧 反正先把这部分搞定 又到了搭配干活的时候了 就是米娅给我递钉子 然后我就给它钉进去就行了 这个基本上差不多是当初第二步了 下一步快拆板 打完之后就打胶 打完胶之后就把板切好 切好之后 就很快了 20分钟快拆板搞定 好上下就是把这个板子 上面那个板子 裁了之后往里打胶往里放了 8分钟 一边打开 再做一些好笋 切得压的 一次 要装一边 切成小火 一边 再装一边 一边 这边 这边 用盐 一边 用盐 给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拜拜 只要叫我跳着一个人了 我要去跳舞了 拜拜 加油哈 因为剩下的东西也不是特别难的 剩下的东西就是彩板 然后往上咔咔咔拼就行了 所以说一个人OK的 就 拜拜 行动 断开 断开 在热炉 切开 齐 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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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盐 煎 煎 煎 好 介 reviews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brand eyewear. i think about me I'm starting to I'm i know I can say that we've been ready for good reason still I'm hoping we'll be meeting soon 给大家看米娅回来了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Sindex吧 Sindex啊 微软了啊 对 今天天气也快差不多快黑了 但是我们的Sindex这个小deck做了差不多快完成了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现在是上面的边封了 但是侧边还没封 所以说明天就剩侧边了嘛 明天再封个侧边就行 然后对 就是这么个东西 哎呦 我觉得就是这么小块了 小块难复多了 你再蹦蹦吧 对 现在是那边有点高 然后流水会往这边流 要不然那个角落实在是积水 积水的话太难受了 然后现在还有就是这个地方 大家感觉是我们就留在 留着这样的感觉好看的 还是要切成圆形 反正现在我感觉这样也不丑 但是底下就是空的 而且就是 你踩一下OK的 你踩一下 我上车OK 但底下是空的 我感觉就是弄完之后 弄完之后 拿了也不是因为有很多的这种 废来 再封个边是吧 再封个小边 因为已经结好了嘛 这东西就 大家钉在这 因为刚好高度也够这个地方 我是觉得 其实也可以就是 切个圆形 然后拿那个篱子 拿那个小的篱子 然后插到地里面插那么一圈 也行 也挺好看的 那么的 因为就把这花儿给封起来了 那篱子要高一点吗 对啊 篱子要买高一点了 然后依然这种边是这么封的 这样封的边 然后那个也这样封的边 还有一个小小的台阶 对啊 那可能在那里面 能够修一下 对 紫藤要修一下 紫藤有点 就是怎么说矮了是吧 对啊 这个杆上是别切了那些刀 这个杆 这个杆我们会涂成这个 这个带的颜色 给它涂成这个颜色 然后OK 那么今天简短的视频 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然后今天的视频 可能会有点短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在忙着做这个deck嘛 没有时间去录其他的内容 但是好在今天的成果是OK的 明天再修修修修 哎对 还有一个想和大家说的是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那种养植物的箱子 就是 呃 这种感觉 大约放在这个这个这个位置 就是长方形细条的 有一个有一个一个是可以种植物 一个是有一种有一点点隔断的感觉 但是现在比较纠结的是要做成 米娅想做成和这种deck一样的咖啡色 就是比较一体 但是我感觉我想做成白色 就是和这个墙有一个呼应 就是这边是墙白色 然后这边有一个 那种 养植物的小箱子 抬起来的小箱子 所以说大家给点意见 OK那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然后天也黑了 没什么可录了 我们依然要积极了观众能量 我们下期见 拜拜